疫情发生以来,中方坚定秉持疫苗全球公共产品的属性,尽其所能向国际社会提供疫苗。 中国是这么说的,也是这么做的。 仅过去一周,我们就向亚非拉欧约20个发展国家提供了超过6000万剂疫苗。 截至10月17日,中国共享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,提供了超过15亿剂疫苗。 中国疫苗为助力有关国家抗击疫情,发挥了积极作用,受到各方的广泛欢迎和高度认可。 30多个国家的领导人亲自前往机场迎接中国疫苗,有30多个国家的领导人公开接种中国疫苗。 多国领导人向中方表示感谢,认为中方的宝贵支持和帮助是患难见真情的生动写照,树立了国际抗疫合作的典范。